今次第一个上海市民文化节统统开幕 文化不够那么,各个市区市民开队 今次呢,我们的市区文化馆是密费开放 而且也就会丰富独特的活动,来到此刻一刻 黄浦区群文活动上午在南京路世界广场举行 伴随着中国美的乐曲,外滩街道社区舞蹈队的阿姨们 曼妙起舞,婉约动人,引得观众一片喝彩 在学家会文化活动中心九子游戏家庭比赛 吸引了很多家庭参与 而在京安区的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居民们今天是自娱自乐 看,张阿姨和三个邻居根据红积一时的江南斯特尔 编排了一套健身舞 一上场就点燃了现场气氛 常宁区的十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是同样热闹 您瞧,袋鼠接力亲自游戏 让孩子和家长们玩得不亦乐乎 学生们还展示了插花泥塑等作品 扎北区彭浦镇在本次市民文化节承办了本市九大赛事之一的市民摄影大赛 摄影爱好者们纷纷拿出镜头 记录下了群众文艺欢乐的场面 另外在北战社区文化中心 一场别开生面的布与童谣大赛吸引了众多的小朋友来参与 其实不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文化服务日的气氛 其实不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文化服务日的气氛 王荣涛是位铁杆的文化粉丝 但是由于腿脚不便 今天不能外出参加活动 他心里像是一顶像去看的 但是我们家里能担心吗 不让他出去吗 民航人民广播电台真情102.7的工作人员 文讯便把一台崭新的收音机送到了王荣涛的手里 这样他就可以通过听广播的直播 来体验市民文化节带来的欢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